好在進下一步之前我們先檢查他們的 parent 的關係 像我們這根骨頭是要做整 整個的位移嘛 所以其實這根骨頭也要 parent 給 中心 Post mode 這樣我們就可以完整的移動 整體 好這樣我們的 parent 關係是正確的 好再來就是我們說 我們位移 位移的軸心 都可以控制了嘛 再來就是我們可以做這根 雞蛋可以做伸縮 那再來就是旋轉 蛋掉下來要旋轉我們可以用 X center去旋轉 但是問題遇到一個問題了 我們這樣旋轉的時候 他縮放 還是只能依照這個走向在縮放啊 那我們要如何修正他這個 旋轉的問題 這個部分比較複雜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根 蛋 我們叫蛋 的物件 蛋的現在權重是綁在 Egg的這根骨頭上 可是這根骨頭我現在重新命名一下 那這根骨頭其實現在已經是 叫 Stretch Egg的Stretch 等於是他的 權重在他身上 所以他的旋轉也會完全被這根骨頭控制 可是我現在希望把這根骨頭的 旋轉的控制解放出來 所以我的 蛋的權重我們不能綁在這根骨頭上 我希望 伸縮 的控制 不會伸縮 旋轉的部分是旋轉 所以我們現在 要創建新的骨頭 來 Egg Center 把這根骨頭先害起來 好 E Egg Z 長一根骨頭 這根骨頭我們打命名 Eg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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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f Def 是拿來抓權重的 Fong 好我希望這根骨頭來控制 這個蛋的權重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回到蛋 這裡的話 Vertex Group它這裡Render很聰明 它是用名稱去抓對應的骨頭 所以我們像這樣權重的話 我如果把這個名稱改掉 他權重 也會一起跟著改變 Def 我們用Def這根骨頭 來控制這個權重 所以好我們進到 骨頭 的Pose Mode 來看我們現在 去動這個 骨頭 現在權重已經沒有印象了嘛 我來看一下 De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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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這個蛋 權重他已經改過來了 好 現在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得到了 這個 我們的 縮放跟我們的蛋已經 方式已經 分開了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Def 跟我們的 的縮放 Def 然後我們在Alt Alt H把 Hei 放出來 好我們把 Parent 把Parent回去 Ctrl P 把我們的Def Parent給我們的Stretchbone KeyObset 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縮放 又回到我們 回來我們的控制 然後我們這 Def 我們這裡 還可以保留的Rotation的控制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先把 旋轉 跟我們的位移 做區分